通常指法手術的一個禮拜內是黃金期、關鍵期 因為那一個禮拜內的頭髮是最脆弱的 因為它頭髮離開了身體缺血缺氧 你在種回去的時候 如果你那個禮拜沒有照顧好的話 很可能存活率就會降低 死亡率就會提高 這個禮拜是最關鍵的 譬如說睡眠一定要充足 如果有抽菸習慣的人 一定要最好是戒菸 那一個禮拜可能要忍一忍 戒菸 然後還要再做一些 像我們鼓勵的 有點像是種花 你剛好種花的時候 花是種植物的時候 你需要的是澆水 所以那一個禮拜內可能我們會 讓那個所謂的指法的整友 指法的患者 他回去以後還是要保持這個 這個指法期的濕潤 不能讓它太乾燥 因為太乾燥的話等於是 喪失的水分會脫水 脫水的話 髮珠就會死亡 對 就是要保持濕潤 然後再來是我們要照光 要照所謂的 紅光的低能量雷射 來維護它 那紅光呢就是 讓我們的頭髮的 原生髮受傷的頭皮 敷衍的比較快 敷衍比較快以後 它對我們心中間的頭髮 也會有幫助